好 节目最后呢 又到了我们的淡无需发栏目 请各位点评最近一个星期呢 一些没上头条 但发生深省的新闻 还是别忘了啊 我们这个铃铛 过了一分钟就会 我就会打断你 好 张国华先 请您先讲 您心啊 这个安徽的合肥 最近故事比较多 那合肥市的这个儿童福利院 最近还被人这个曝光说 这个福利院 买了一辆高档的这个奔驰车 买奔驰车 当然不是给那些股儿用的了 那给谁用呢 这个院长有时候用一用 司机有时候用一用 那平常就关在那儿 关了一年了 那院长呢 出来这个辩驳说 哦 我们没有动用这个善款 没有动用这个捐款 这是这个政府的行政拨款 39万我们去凑钱买的 主要是给谁用呢 给那些这个外国人 到这里来领养儿童的 这个外国人用的 但是他忘了一点 这个不管这个钱是不是上款 是不是捐款 还是说这个行政拨款 难道福利院 没有比买奔驰 更需要用钱的地方了吗 所以有网民说 以后再给他捐钱 那就是猪 好 大伯该你了 其实美国的那个两党的 那个提名的那个代表大会 写天写地现在是结束了 这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倾向 就是两个夫人都上台演讲 这个是新的一个发展 也是非常非常的奇怪 而且那个安罗姆尼也好 或是那个密歇尔 那个奥巴马也好 他们的那个结论都是一样 我爱他 他爱我 所以你们应该爱我们 我听得觉得都很肉麻 很肉麻 也很奇怪 其实我觉得那个密歇尔 总来讲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爱我的先生 他能同情你 所以你应该投他的票 罗姆尼夫人是说 我爱他 他赚了很多钱 所以你应该投他的票 我们怎么到了这个地步 我很不得到那个2016年 美国两大党的候选人 都是单身人 务必经 谢谢 好 谢谢 好建立 我以为只有我感到肉麻的 美国人也感到肉麻的 请肉麻的 我来讲我的 我讲的这个实际上是 大家很关注的一个消息 并不是说 大家不关注的一个消息 就是这个 这个礼拜三 本来习近平应该 按照这个时间的安排 应该是来见希拉里 还要见这个 会见这个新加坡 还有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 还有俄国的一个代表团 但是他突然取消了自己的行程 引起很多猜测 当然中国政府破天荒地 把他的身体状况说出来 说因为是被伤 所以引起很多猜测 这个事实上这个新闻呢 也表现出来 这次政治接班的宫廷的性质 就是很多事情呢 只能靠猜测 但是和以前不一样 他能够透露出一些信息 也许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一个取消 他真的可能是身体不行 但是引起很多猜测 但是我们要知道 习近平的这个性格特点 就是说 他根本不愿意表现自己的才华 也许没有什么才华 这恰恰和这个 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的相反 他们要拼命地表现自己的才华 才能上位 对 习近平这时候 要不要表现自己的政策 不要表现自己的才华 才能上位 好 时间到 接下来我们请破空来讲一讲 中国网民发明了一个词语 叫人肉搜索 这个人肉搜索最近呢 就是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我们知道上个月底 在陕西省发生了一起 重大的交通车祸 36个人死亡 惨不忍睹 但是网民却发现 现场有一个官员 在那里微笑 或者说傻笑 结果他们就通过人肉搜索 发现这个是 这个陕西省的安监局局长 而且这个搜索不要紧 一搜索发现这个人 是中国的第一表哥 因为他手上带了很多表 在不同的场合 带不同的表 先收到五块 后来收到六块 结果收到 后来是十一块 而这个人对他的微笑 和他带的表呢 也前后回答了 那个不能自圆其说 所以网民给他 封了很多外号 什么微笑局长 傻笑局长 什么第一表哥 什么第一表叔 或者人大代表 或者人大代表 三个代表等等 而且现在这个故事 还没完 就是说网民 在继续人肉搜索发现 他的眼镜 也是非常名贵的 高达十几万的 一个名贵眼镜 而发现他这个右手 也没有闲着 还带什么手足 最后又发现 他这个皮带 可能也有问题 最后在网民的 巨大声浪中 陕西省纪委 不得不介入这个调查 所以说网民的 这个人肉搜索 对暴露贪官 是非常有效的 你可以多说一点 普空 我只是告诉你 一分钟到了 说到这个人肉搜索 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中国官员 现在不好做 因为很多照片 都是揭入 比如官员抽高档烟 喝高档酒等等 那么所以这个人肉搜索 以后 我们还能看到 更多有意思的话题 好 那么谢谢各位点评 刚才